哈囉吧 嗨 好久不見 各位啊 前兩天我跟大家預告了你選的這件磁瓶 那你今天有沒有準備好跟大家詳細解說一下 我今天介紹一個光緒的花鳥畫瓶 花鳥瓶 這個瓶子的造型非常精美可愛 它的瓷色也非常明亮 潔白 對 而且那個胖嘟嘟的很可愛 對 很可愛 造型很可愛 還有它這個粉彩的繪畫部分 它用色非常的艷麗豐富 它這個在瓶子正中間畫了一個織機 它站在岩石上 織機畫得非常深度 栩栩如生 還有在岩石的周圍 它也畫了盛開的牡丹 花 還有它也花包很多都都在岩石的周圍上 對 我看那個織機的羽毛啊 花瓣啊 都畫得非常非常的精細 對 它這個就是帶給一個人們 人們一種富貴長壽的羽衣 哦 牡丹就是富貴 那字跡就是 字跡長壽的羽衣 還有它這個也有這個 洛款 哦 是有洛款 它這個是在 是洛須紅色的六字款 OK 光緒款的 光緒款 所以是清代的東西 是的 所以在清代裡面它這個繪畫 跟製作燒製都是算很精美的真品 好 那這個東西我們也是要請網友來店裡面看看吧 是的 所以我們希望推薦這件瓷器 給同好友 嗯 對 還有我們當然還是層次的邀請 各位常友 抽空到瑞門塔 嗯 來平民共賞 喝茶 看看我這個 喝茶 聊聊天 好哦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 跟大家說個再見 是 謝謝 再見 拜拜